黄浦三节 陈庚大将都是毕业于慈校 同时也为蒋介石集团培养出大批军事人才 像比较有名的杜玉明 关林真 胡宗南 宋西连等等 然而在黄浦军校 最有名当属黄浦三节 这三人是黄浦一期成绩最好的三位 第一位 蒋仙云 胡宗南省新田县大平堂乡大平堂村人 此人可不一般 他不仅是蒋介石的钟爱的学生 还是毛主席得一门生 虽然他一生短暂 但是非常传奇 他早期加入我党 并领导水口山工人大发工 后在毛主席建议下 考入黄浦军校 在学校已出色才干赢得蒋介石看重 还为蒋不命自己从秘书 可见蒋看他气重 毕业后又跟蒋介石参加二次东征 并且都立下战功 之后 蒋介石知道 他是我党议员时 多次劝他退党 并以高官许愿 而蒋仙云不为所动 这也使蒋介石对他又爱又恨 然而可惜在第二次北伐中 在河南林映英勇牺牲 他的牺牲对蒋介石 这国党都是损失 第二位 陈庚 他也是湖南香香 同时也是黄浦三杰中是名气最大的 也是结局最好的一位 陈庚也是老蒋最喜爱学生之一 特别是当蒋仙云牺牲后面 老蒋对陈庚更器重有加 都知道在东征中 陈庚救了蒋介石一命 然后 在蒋介石公然破坏了两党第一次合作后 陈庚也离开了蒋介石 来到上海在周公安排下 做过一段时间情报工作 不久来到苏区被分道军官叫一团 一个红军专门培养军官部门 后来我们都知道 陈庚历经八年抗战 和几年解放战争 成为我军一位出色名将 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 第三位 贺中涵 湖南岳阳路脚镇牛高村 赫庚九屋人 其实这位也是我党议员 后来 由于种种原因加入蒋介石集团 据说是由于张国道的原因 加入蒋介石集团后 他开始拼命为蒋效力 而且还提出一些意见 为何剿灭红军 后来 贺中涵为蒋培养一大批正工人员 把他们安插到西北 东北和西康等地 还有地方杂牌军中 去做反动宣传工作 以防止这些人对蒋介石一动 可以说是军统前身 但是贺中涵受奖赏识时间不长 在西安事变中 贺中涵战错了队 从此失去蒋介石的信任 最忧郁而终 世人都知黄埔三杰 其实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的身份 那都是我党议员 只有贺中涵后来退党了 而且他们都是来自湖南人 这个你们不一定知道吧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